双方激战局势非常紧张 当时已经是对日抗战中期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次忠 率领部队死守相和最后一道防线南瓜殿 国民政府军不管兵力或是武器 都远远不及日本 一位记者到战地采访张次忠 见识到他要全力奋战的强烈一致 他说了一句话 敌人的武器虽然精锐 可是我们的部队在国仇家仇之下 都摇起牙根和他们私平 在战争爆发前 张庆宇曾和爷爷生活了七年 印象中的爷爷公私分明 自家严格 治军也严厉 他曾在冰天雪地 率先脱去大衣带兵操练 被称为张八皮 有一套练兵语录 1940年5月 他带领军团抗战 在枪林弹雨中 肩膀已经中了弹 人事不后退 当时就已经没有要活着回去的打算 那会儿他只有两万多人 可是日本人十好几万 我拼一份敌人就少一份 小姐说一切 这是他最后牺牲的目的 史料清楚记载 张之中牺牲的时刻 他是头部重担 一百多人当晚夜洗南瓜店 抢回将军女体 才发现身上八处腹伤 后来以临重庆 讲委员长清零之际 副官痛哭 还倾提 音烈千秋这四个字 这位战死沙场的最高阶将领 壮烈牺牲前 没有给家人遗言 只留下给部署的抗战家书 只要敌来反 凶击到河东与敌 共同去牺牲